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橫河 歡迎大家來到橫河觀點頻道 今天是7月20號星期二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 美國聯合 歐洲和 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 對中共的網絡攻擊 進行了譴責 同時美國司法部 也起訴了4名 中共的黑客 今天就來談一下 就是 在什麽背景下美國和盟國這麽做的 那麽中共的這些情報機構 是怎麽樣操作的 跟大家談一下這個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就是在昨天的時候美國聯合了 歐盟 英國 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 還有北約 北約是作為一個獨立實體 一共是12個 這個國家或者是實體 來譴責中共的這個 惡意網絡攻擊 其中包括就是盜竊知識產權啊 盜竊商業機密啊 還有就是盜竊一些 傳染病的研究資料 這個待會我們會稍微提一下 那麽這幾個國家其實嚴格的說他們的調子還不完全一樣 比較堅決的是美國 英國加拿大 另外歐盟跟進但是確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這確實是一個 非常罕見的 聯合行動因為在這之前啊 這麽多國家聯合起來譴責中共的網絡攻擊呢 是沒有發生過的史無前例應該說 那麽今天我們中天講一下就是美國司法部起訴通過這個起訴案子 來看這個全局 他起訴了4名 中國的駭客 其中3名呢 是海南省 國安廳的 我們知道 這個國安系統啊原來是 這個 從這個 中央一級就是國安部 然後到省一級就是國安廳 再往下呢 除了大城市以外 特別大的城市以外一般城市沒有的 小城市就沒有的 因為它是對外的不是說所有地方都對外 那麽海南國安廳它起訴了 三個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丁曉陽 陳慶明 和朱永明 那麽 這三個人主要是因為它是國安廳的嘛它就協調和 管理 這個國安部下屬的一些 就是 以公司為幌子的這些付屬機構 然後這三個人是專門協調的 就是進行這種駭客活動的它不是國安廳自己出來的 是由一些公司出面的而這些公司是受 國安廳控制的 那麽第四個人實際上是一個公司的這個公司叫海南仙頓 海南仙頓就是海南省 國安廳的 一個付屬機構 就是 馬加拉 Proxy 這個人叫吳書榮 也是個男的 就是這個人他主要是製造這個惡意軟件 還有進行網絡攻擊 他組織這些活動 那麽時間跨度是從2011年到2018年 待會為什麼到2018年不到現在 因為這個起訴書實際上是2019年就開始了 所以它是一直整理到當時那個階段 涉及到被他們攻擊過的國家 列出了12個國家 我必須把這個國家報一下因為 它不是說針對著美國或者針對哪一個發達國家 它什麽都要 美國 奧地利 柬埔寨 加拿大德國印尼 馬來西亞 挪威 沙特 南非 瑞士 還有英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是 特別發達的國家 還有一些非常不發達的國家 還有一些跟中共甚至還是有這個 一帶一路還在交往的國家 它都要這些情報 那麽涉及的領域也非常廣泛 包括航空、國防、教育 政府 健康 還有生物製藥 甚至還有海洋 這些情報 那麽 它針對的一些教育機構主要是大學了 那這裡我們就不舉例子了太多了 我們就舉一下大學的例子就是 對於大學他們所盜竊的情報 主要是關於一些病毒的比如說Ebola病毒啊 或者是MERS 就是那個中東呼吸綜合症 還有就是 艾滋病 HIV 艾滋病的病毒 還有馬爾堡病 馬爾堡病毒還有兔熱病 就這些 那麽這個活動它不僅是 由國安廳指揮這些公司的實際上還得到了海南的一些大學的 和全國的一些大學的支持 就是多所大學呢 支持了這個 害客網絡攻擊的行動和網絡盜竊的行動 那麽這個案子是在 FBI的這個 Sendiago分部 Sendiago就是在 加州南部的 Sendiago分部 起訴的 為什麽在加州Sendiago起訴呢 可能性很大的有兩個一個可能最早這個案子呢 就是 這個網絡攻擊的對象可能就是在Sendiago 一會兒我會講一下 那麽第二個是因為那個地方很可能 因為公司多嘛而且高技術公司多我們知道Qualcomm就在Sendiago 所以呢 被發現也是在那邊的網絡安全公司或者是 後來證明是一個私人 私人公司先發現這個網絡攻擊的 然後FBI才卷入的可能那家公司也在Sendiago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地方可能有傳統就是抓這個網絡間諜有傳統 那個 這個網絡攻擊的這個組織呢就被叫做 APT40我們知道在網絡攻擊當中網絡hack當中 APT是一個 民間不成文的編號 就是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就叫 先進的持續的威脅 那麽它12345這樣編下去的這是編了第40號也就說 被發現來自中共的第40個網絡攻擊團體 那麽這4個人每個人都有兩項罪名 是一樣的 一項是串謀計算 欺詐罪 那麽這個最高可以判5年 另外一項是串謀經濟 間諜罪這個最高可以判15年所以兩項加起來 最高可以判20年 那麽剛才講了很可能當地的這個網絡 反 犯罪行為這個實力比較強大 我記得很多年前至少在20年前 就是網絡還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美國就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網絡 駭客 那時候沒有人抓得住他 最後是在San Diego 有一個我們知道最早的這個網絡骨幹 是美國 針對蘇聯的這個導彈 然後為了計算的話當時沒有一台計算機有這個能力 就用網絡把5台 超級計算機聯網 聯起來以後就可以計算 這個導彈軌跡 這就是最早的Internet就是最早的網絡的 雛形和股價 那麽其中San Diego有一台超級計算機 那麽這個人是一個日益的 物理學家 他使用超級計算機 然後追蹤到了這個網絡駭客 最後把他抓起來了 抓到了 那是最早最早的時候 這個 反駭客的 這個網絡 網絡行動 我 記得非常早之前 那個抓他那個人就是一個日益的 物理學家 所以那個地方他是有傳統的 當然跟這個可能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了 那我們現在要看一下就是關於 美國對這些駭客的指控是不是事實 中共他肯定要抵賴了 這樣我看了一下起訴書 起訴書呢 受害者有21個實體被他列出來的 包括加州 我不會多說 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加州某一個大學 他說加州這個大學呢 有海洋學和醫學的研究 那我一想 因為我在那裡也待了很多年 將近10年嘛 我一想的話 這很可能就是UCSD 就是加州大學 Sandyago分校 因為UCSD的前身啊 就是Scripps海洋學院 所以Scripps當時在那裡投資了兩個項目 一個是海洋學院 一個是一個研究所 這個海洋學院後來發展成UCSD 但這個海洋學院現在還在UCSD的下面 所以它有海洋學研究 而UCSD的生物學研究也是世界最頂尖的 為什麽 我們知道在這個Sandyago這個生物技術公司多露牛毛 其原因就是因為有三個骨架 三桌鼎立 UCSD Sock Institute 還有一個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就是這三個 大的這個研究機構 三桌鼎立 那麽 這是講加州的一個大學 另外還有柬埔寨 柬埔寨呢 被攻擊的被駭客攻擊的是政府的一個部 沙特 還有沙特阿拉伯 沙特也是兩個政府的部 被攻擊 所以這是非常準確的 就是確有其人而且能夠追蹤到的 馬來西亞是一家鐵路公司和一個政黨 它沒有說是哪個政黨 挪威呢 我們知道現在 這次 它不僅和其他的國家加入 它是歐盟成員嘛 所以它自動就加入了 它自己還單獨的向中共 提出來了 就今年3月10號 針對 這個挪威 議會的電子郵件網絡攻擊就是來自中國的 那麽它而且說這個攻擊後來來自中國的被證實了 被盟友和微軟證實了 今天我們還沒有講微軟 其實 在這之前 一個大規模的針對微軟一個漏洞的 攻擊就是來自中共的駭客 就是這個 APT-40 是他們進行攻擊的 微軟已經證實了 那麽海南那些大學在這裡起什麽作用呢 他在 這個起訴書裡面還談到 就是說 他幫助這個國安廳 因為國安廳這方面專業人才並不是很多的 所以他要利用社會上的力量幫他招募 所以說海南那些大學 不是一所大學 好幾所大學 就幫助國安廳去識別哪些人可以被招募 然後幫助他們招募進去 招募到國安廳裡面去做駭客 也還幫助他們招募這個語言專家 因為很多駭客不見得是語言很精通的 所以幫他們還招募這些人 那麽 滲透到目標實體的這個 電腦網絡再去盜竊這些機構 盜竊這些資料的話呢 就是這些大學幫助的 因為 大學知道美國的同行在幹什麽 所以指定的這個目標啊 都是這些大學這些專業的對口專業的同行 有一個大學 他沒有說具體哪一個 是海南的有一個大學 還直接的支持和管理 這個海南仙頓這家公司 就是國安廳的這家公司 他甚至找到了就是說 這個大學和 這個海南仙頓之間的這個 工資表 付利和郵寄地址 通過這些方面來 幫助他們的 所以這些在 起訴書裡面都提到了 都是有證據的 因為美國沒有證據 你很難起訴的 因為在美國打官司 不是說你是政府的 你就能打贏 你要是證據不足 那政府照樣打輸掉 所以政府一定要很認真 在這之前我們知道 FBI其實起訴過一些 被指控為中共間諜的 但是到最後因為證據不足 不得不撤訴 所以說 我們知道這個 古開來啊 以前還寫過一本書 他在怎麽美國在打贏官司的 所以打贏官司並不是說 他有多大本事啊 是美國的這些 法庭相對來說是比較 公正的 所以才有可能打贏官司 按照中國的規矩的話 在中共統治下 那他指定哪個書 哪個就肯定書 外國公司想在中國打贏官司就很難了 那麼 中國駐 中共的反應怎麽樣呢 他駐這個歐盟的那個使團啊 他就說這些指控缺乏事實和證據 而且他說中國是網絡攻擊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中國駐挪威 因為挪威不是單獨指控了嗎 中國駐挪威的大使館 他給路特社 路特社來採訪他們 他回答說 他要求對 挪威政府提供他們這個指控的證據 這個我覺得完全就是外交辭令 因為 挪威沒有證據 他不可能指控 他也已經說了得到了 盟國和 微軟的 支持 所以微軟肯定有他的手上 肯定有他的證據 一旦出事以後 把這個證據出事以後 那中共肯定會抵賴 但是他在全世界面前 就丟了面子 這也看到中共的這個分工是不同的 就是說情報專門管 偷竊 外交就專門管抵賴 他們也 無所謂 互相之間要不要通緝 也不管那麽多 至於說中國是受害者的說法 我覺得這是純粹攪渾水 因為每個國家 每個機構 每個公司 每個個人都可能成為 害客攻擊的目標 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這個並不奇怪 所以說中國 有受害者 美國也有受害者 重點是 中共是極少數幾個國家 是利用政權的力量 用全國的資源 來長期全面的組織 網絡攻擊 別人害客嘛 是私人的 或者是一些 小公司 它是政權的力量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屈指可數世界上像這樣的國家 我不了解北朝鮮的情況 因為北朝鮮呢 它自己沒有網絡 所以它本身的攻擊能力是比較弱的 除非它利用中共 給它提供的網絡 俄國的情況 我 只知道美國指控很多 但是具體情況我不是很了解 但我知道中共肯定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 它這個和普通的駭客是不一樣的 和 一般的國家的情報機構去 通過網絡收集情報也是不一樣的 它是蓄意的長期的 有系統的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 在進行對其他國家進行惡意攻擊 那麽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起訴的時候用的這個通緝令 還有起訴 這個通緝令 有沒有效果 因為FBI不是發了通緝令嗎 我覺得這個會比國際刑警組織發的 紅通令要 有效得多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令 它實際上是成員國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通過國際刑警組織 去發紅通令 它並不是國際刑警組織一個權威組織 直接發出來的 它都是代發 就是通過它發 每個國家 成員國都可以發 所以中共以前不是有過什麽百人紅通令嗎 真正西方國家 遵守的執行的 極少 就是說它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 絕大部分是不執行的 尤其是司法體系不一樣的國家 大家都可以加入這個 國際刑警組織都可以發這個紅通令 但是沒有 沒有多少人會去執行 而美國這個不一樣 美國呢 它發出這個 通緝令以後啊 和美國有引渡關係的這些國家 它就要執行 因為 這些國家如果不執行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要求美國也執行 所以互相之間的引渡條約就沒有用了 我們從孟晚舟的事件可以看到 就是說 不管遭受多大的壓力 這些西方國家 這些和美國有互相引渡條約的國家 他們對這些引渡的要求是非常認真看待的 這和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令是完全不同的 水平 完全不同的這個 範圍 那麽 這個 起訴有沒有用呢 一旦被美國 政府定罪了 被美國法庭定罪了以後 那這幾個人我想這輩子就別想出國了 現在也很難了 現在出國到了相應的國家 如果正好被發現了 沒發現就算了 正好被發現了 要求引渡 就麻煩了 定了罪以後 那真的是這輩子 就待在國內就算了 那麽為什麽美國會在這個時候公布這個起訴書呢 這個起訴書其實很早 是我剛才講2019年的11月份大陪審團 起訴書就寫好了 我們看到起訴書上面寫的日期是 2019年11月份 那麽正式 File這個案子 就是起訴這個案子是今年5月28號 也就是說在這期間有一些 互相來往 就說可能大陪審團啊 在陪審過程當中發現證據不足 打回去要求進一步調查 大陪審團的權力很大的 我們知道在美國它有兩種陪審團 一種是大陪審團 一種是普通陪審團 普通陪審團就是我們看到的在 法庭上辯論的 在旁邊聽的那些人 最後由他們來定有沒有罪 然後根據他們定的罪呢 法官才去判 時間 判多少年 還有一種就是大陪審團 就是美國的司法體系裡面 凡是它分刑事罪和民事罪嘛 刑事起訴呢 必須要經過 這個 檢察官起訴 就個人不能起訴的 要經過檢察官才能起訴 而且一旦起訴以後呢 就是 提交以後呢 要經過大陪審團的審 就是 只要是刑事案 大陪審團就要過一遍 過 看這個呢 行不行 同意起訴就起訴了 如果不同意 覺得什麽不夠 打回去 那邊再繼續調查 再回過來 所以我覺得5月28號 今天5月28號是 正式大使 它叫return 就大陪審團 討論完了以後回過來了 好 可以起訴了 為什麽叫大陪審團呢 因為它的陪審員的人數比較多 一般是23名 那麽 這個時候公布 我覺得就是為了配合 這個 這麽多國家聯合譴責中共的網絡攻擊行為 是有關係的 所以現在是選擇了公布時間這個案子 美國最近受到網絡攻擊也特別多 包括兩起非常大的 就是對 國家安全和民生 都造成極大影響的 一個是 輸油管道 還有一個是肉類加工企業 全世界最大的 加工企業 被勒索軟件給勒索了 那麽這個情況呢 雖然說現在有人說是俄國的 不管怎麽說吧 就是美國面對的網絡攻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越來越大 所以美國要在這時候要做出一些行動來 那麽另外一個是美中貿易戰和疫情的關係 美中兩國人員交流相對少了 所以相對來說派遣的間諜的活動也會減少 那麽怎麽辦呢 中共它不會停止盜竊知識產權和 盜竊商業機密 所以它可能就更多的利用網絡攻擊的方式 網絡盜竊的方式 所以這可能就是說 美國在這方面 現在去反對 譴責中共的這個網絡攻擊和 公布這個案情可能有這方面的考量 那麽 現在順便說一下中共的這個情報系統 因為這次把中共的情報系統 又披露了一下 這個曾經被美國起訴過的中共的情報機構和人員 分兩類 一類是屬於國家情報系統的 就是國家安全部的 還有一類屬於軍事情報機構的 類型的一種是有特定目標的 就是說 它 針對某一種 特定的情報去盜竊 還有一種是普遍性的 普遍性的 我覺得這一次就屬於普遍性的 你可以看到 它針對的國家也非常多 領域也非常多 機構也非常多 它沒有特定目標 就是有什麽偷什麽 這次 就是海南國安廳的行動被起訴的 那麽特定的是2018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也做過節目 2018年的時候是江蘇國安廳 江蘇國安廳實際上是三個案子把它併到一起的 第1個案子就是 有一個特工被招募的特工 在美國讀書 這個人叫紀超群 紀超群被起訴了 在這之前實際上是先發現了他的上限 他的上限是江蘇省國安廳的一個官員 應該叫徐彥均 對 徐彥均在 被騙到 我覺得是被騙到 比利時 然後在比利時被抓 抓了以後引渡到美國來 也被起訴了 那是他的上限 那麽這兩個人是發展了 美國的 這些 企業裡面的這些人 工程師 然後讓他們幫他們偷情報 所以他是利用了 傳統間諜這一部分 那麽另外還有幾名 駭客 也是江蘇省國安廳 去盜竊 同樣的情報 那麽這三個不同的組 執行的是同一個任務 就是盜竊美國的航空航天情報 所以這是有特定目標的 不知道是不是分配給江蘇省國安廳的 或者是江蘇省國安廳在這方面特別強 就是說他用不同的方式配合完成同一個目標 那麽在2018年12月份的時候 美國起訴過兩名中共的這個駭客 他們是歸天津 國安局管的 那個組織是叫APT-10 就是更早一點被發現的 那時候也是很多國家 45家美國公司受害 甚至包括美國航天局和美國海軍 那麽這個也是屬於 廣泛的 間諜 這個情報收集和攻擊的 另外軍事系統在2014年的時候 美國曾經起訴過5名 中共的軍隊駭客 那個是最早發現的 中共的駭客叫 APT-1 最早被編號的一個駭客組織 我們知道軍隊情報機構 應該說起來是歷史最悠久 經驗最豐富 也是實力最強的 它起源於紅軍時代 後來就變成了總參二部和三部 二部是傳統間諜 後來軍隊改革以後就變成了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的情報局 那麽 另外就是 總參三部 總參三部是搞電子情報的 那5名駭客 所屬的那個部隊叫 61398部隊 它實際上就是或者是屬於 總參三部二局的 二局就在上海 就是那個建築物 後來總參三部就是技術偵察部門和總參四部 電子對抗雷達部 合併了 合併以後 加入了 軍隊改革以後的叫戰略資源部隊網絡系統部 那麽他們專門管網絡攻擊和情報收集的 所以 那5個駭客是網絡攻擊部分的 也所以情報收集部分了 那就歸他們管 好 今天重點介紹了一下就是美國起訴的這個內容 就是對中共駭客的起訴 中共的網絡攻擊行為肯定不會停止 它只會加強 只會越來越加強 因為隨著西方越來越警惕 越來越強化保護知識產權的 行為 那麽對於中共的這個 就中共的這個 情報越來越傳統的方式難以蒐集的時候 那麽他們就會加強網絡上的攻擊 所以中共只會加強這方面的攻擊 那麽美國和這些盟友 也需要加強合作來對抗 僅僅停留在譴責或者是起訴駭客 因為駭客畢竟是最基層的工作人員嘛 僅僅這樣的話是絕對不夠的 好 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 討論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節目有所幫助的話 還請大家能夠點閱點贊和 轉發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來看看